YO 歡迎來到DBS 南非較為常見的REDO20是裝備20毫米機砲的機動輕型甲車 然而20毫米機砲的反戰車火力肯定是沒有辦法對抗像是T34-85甚至是T55主戰車 所以南非當局他決定給REDO來個大魔改 裝上了GT-2 90毫米低醣壓火炮來增加部隊火力支援車輛的機動性能 在當時的1960年代要對付附近隨機出現的T34-85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但是當隨機出現的戰車從T34-85長大到T55的時候 這樣的90毫米火炮就開始不太夠用了 就算是攻擊車身的側面也需要打中好幾發才有辦法成功摧毀 用起來有一點難過 講完了歷史讓我們來聊聊遊戲中的表現吧 裝備一門可以打320毫米穿深的破甲彈 雖然可以穿爆大部分你遇得到的車身正面裝甲 裝備一門可以打320毫米穿深的破甲彈 雖然可以穿爆大部分你遇得到的車身正面裝甲 但是後效並不好 火炮撫養角為正15-8度 撫養角並不是很好 砲塔轉速為每秒15度 裝填時間為8秒左右 整體的反應速度並不是很快 所以不適合近距離作戰 然而遠距離狙擊這車的裝甲太差 被發現連機砲都可以在遠距離穿爆你 那破甲彈也不適合遠距離作戰 所以很尷尬 只能在中距離看運氣 那機動性的部分引擎馬力為282P 推重比為13 雖然急速有100公里 但是加速不快 就算是在平地 你悲劇的轉彎半徑 無法原地旋轉的特性已經很難過了 加速又慢 砲台也轉得慢 近距離交戰就是肉 沒有裝甲 但是因為車身比較長 所以露出車身側面的時候 可以有效的騙砲 活下來的機率高很多 不像是正面會直接被串燒 那簡單來說 這輛車除了320毫米穿身的破甲彈之外 可以說是一無是處 理論上機動性好像很不錯 但實際上是雞肋的 火砲反應速度緩慢 適合在中距離守株待兔 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就是早死 畢竟你的轉彎半徑和加速性能都不優秀 被發現就直接回車庫 善用地圖掩體來伏擊敵方重型車輛 才是最好的選擇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